就来到墾丁了 现在这个风吹沙风景区最新的情况 因为风雨交加的情况之下 人其实想要往前走 都得要放上好大的力气 把时间交给记者令万瘾 好 主播受到台风度苏瑞的影响 其实在墾丁这里越晚越没受到 强劲的风湿的影响 其实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风吹沙这里 其实可以看到场景的风 是不断的一阵一阵的往记者身上吹 其实可以看到因为在恒春地区 在空旷的地方可能会有达到 九至十级的阵风 人是想站都非常的弹破门 尤其是你看一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外套 还有雨衣 其实都会随着风这样子 不断的左右的晃动左右的摇摆 其实感觉都已经快要有一点 传不住的样子了 尤其是越晚的时候 在整个恒春半岛这里 是会越来越有感觉 其实雨势也是一阵一阵的 不断的在下着 其实根据这次气象局的预告 在恒春半岛地区 可能会带来致灾性的雨量 光是在恒春半岛这里 可能就会突破一百五十毫米 甚至是来到三百毫米 其实可以看到 原本在凤梨区察这边 应该都会有不少的游客 是来这里来观赏一个灯浪的一个情况 不过由于可以看到 现在能见度真的非常的低 而且风势真的非常的强 近期日人真的还要站不穩 而且也无法往前走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的状态 尤其越晚可能整个状况啊 风势啊还有雨量也会越来越距离 华视新闻也会在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情况 把时间记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 哈喽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